在去年这个评价服饰真的是强强棍 那么尤其是MIT的台湾品牌服饰 同样也是卖得很好 在昨天这个品牌就宣布了 以年终奖金来记忆员工 资深员工奖金是最高可以获得40个月 行政部门的员工平均也有8到12个月 真的让人很羡慕 另外还一家网拍第一名的业者 东京卓伊在去年年终平均是5个月 今年传出会比去年还要好 五颜六色的衣服造型白白款 美临台湾达出超级夜市价 业绩实在太好 传出年终要发放献煞人的40个月 这间台湾自由品牌2007年成立之后 称之上是台湾国民服饰十足 开卖将近5年年终大方 传出最高奖金可以获得超过40个月 行政部门员工至少都有8到12个月 你要不要搭配一下都可以随自己喜欢 还有这一家走甜美日系风格 热卖的衣服总是秒杀一扫而通 年一额早就冲上6亿元 去年每个人平均发放4到5个月年终 让人好羡慕 今年年终怎么算 网拍业者说从店员业绩和表现一一计算 台湾入口网站平台销售 卖衣服做网拍做到第一名 台湾国民服饰2到300元的衣服 也掳获年轻人的心 对战未来评价服饰冲击 台湾品牌出头天 也难怪40个月的年终 真的让人好羡慕 终于新闻张品红黄学员台北采访不到 感谢观看